一輛警車抵達酒店門口 後面還跟著一輛救護車 只見救護人員迅速下車 因為有一名女子突然在包廂身亡 死者是一名黃姓女子 當時心情不好來到酒店喝酒 沒想到卻死亡 現在家屬想要追出真相 酒店內部疑似被下封口令不願多說 但醫院診斷證明指出 死者到院時心跳停止 而且還出現失斑和失僵現象 家屬推算時間 發現不單純 爸爸要求解剖找出死衣 在看了監視器後 卻發現整期命案相當離奇 還原時間軸 十四號晚上九點半 但死者來到酒店找洪姓男子 隔天凌晨一點多 男子突然離開 結果死者直到凌晨三點 才被發現卻已經出現失斑 針對命案在同包廂的紅杏男子不回應 筆錄中則跟警方公稱以為女子醉倒對他意外身亡毫不知情 目前家屬找律師申請證據保全 並解剖要釐清真相 畢竟女兒的大好青春才剛要開始 沒想到去一趟酒店卻丟了寶貴性命 三地新聞正祥人林玉君臺北從報導 二十六歲的黃信辭者 有著一頭長髮和水汪汪的大眼 人生剛要開始 卻和朋友去酒店後離奇身亡 爸爸始終想不透 寶貝女兒身體健康 平常少喝酒更不會碰毒品 突然猝死特別質疑在場的人都不知情嗎 當天和死者出門的就是這名紅杏男子 自稱是竹聯邦成員 二零六年為了健身房經營權 和錢榮州國手起爭執 還六人圍毆逼簽本票 遭判一年四個月徒刑 死者當天和黃信男子到酒店消費之後 包包內卻突然多了一筆一萬五千元的現金 讓家屬懷疑死因是否和這筆錢有所關聯 親友表示黃信死者生活單純 那天因為跟男友吵架 才會跑去酒店喝酒跟朋友訴苦 法醫表示一般烈酒喝一到兩瓶 恐怕會引發急性酒精中毒 而紅信男子筆錄中工程沒有灌酒 但黃信死者縱然離世 留下諸多疑點 讓家屬難以接受 勢必要追出真相 查個明白